一口气看完了六集 差点给我消叉气 男主妇恨有心计 美女一个接一个 国曼恶魔法则真读书一支 在最近雪昂和国曼 强势崛起一发不可收拾的年代 想要创出点心意还是很不简单的 而恶魔法则就这样强势开播了 而且如今已经更新了六集 本来是对西华的作品是完全没有啥兴趣的 特别是外国那一串一串的长名字 我更是觉得没意思 然而在网上亿万刷到了那个小结巴 微微安阳的片段 我被吸粉了 这样一个高级的八戒魔法师 却是一个如此可爱的萌妹子 关键是那种可爱就是清澈的愚蠢 我抱着看一看的心态正式入坑 没想到这一入坑不得了 剧情节奏鲜明完美 主角配角建模都堪称优秀 故事设定也是引人入胜 主角性格设计也是很有意思 不是单纯的爽文 最重要的是无所不待的搞笑情节 让我一口气看完了六集 说实话玄幻的国曼看多了 我居然发现魔法的世界也挺有意思 故事一开始就引人入胜 杜维罗兰帝国 罗林伯杰的大公子 但是这个大公子极奇怪 一出生就按照大人的生活 作息生活 不会哭也不会闹 只会发呆 最重要的是 如今已经三世了 他还不会说话 更是在大雨夜里 跑到天台喊雷 直接被雷劈到外交里面 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废物 给他取名白痴 然而这一切都是杜维的伪装 实际上他是一个穿越者 穿越到了这个婴儿的身上 被雷劈 被水溺死 都是他的尝试回到原来的世界 事与愿违 他没有成功 反而因为回不去 骂了一句妈的 被伯爵夫人 疑问要找马德 给他安排了一瓶马德的普通 而当罗林伯的现代职权人 雷蒙征战回来之后 更是检测出他真是废物 无法修武 虽然精神力强大 却无法感应魔法元素 也不能成为魔法师 于是被逃了老爸 直接发配到了乡家老家生存 杜维慢慢开始认命 既然回不去地球 那就在这个世界好好生活 然而当他刚路过拘木这些角 就遭遇到了一个美女 带着一个魔法师打劫他们 但贵族毕竟是贵族 他手上的将士可不是吃醋的 很快就将美女和魔法师抓了起来 正当美女处处可怜 装柔弱 勾引杜维放掉他时 杜维直接脱掉了美女的外衣 然而这并不是杜维好色 他只是对魔法铠甲感兴趣 在看完铠甲之后 他认出了美女的身份 曾经的贵族慕恩家族 并放走了美女 暗示他 我杜维将来可能成为伟大的人 需要有骑士跟随我 将来可以重振家族威望 美女帝后第二天果然头怀松抱 主动成为了杜维的第一位骑士守护 随之回到老宅的杜维 竟意外发现油画中的秘密 封印着一个能动的人 而且通过这个油画 他见到罗林家真正的大佬 帝国近200年来 最伟大的战卜师塞梅尔 最后一份魔法讯息 原来他的星辰魔法 全部给了油画中的魔法精灵 如果能让魔法精灵脱困 他就能继承这个魔法了 于是他收服了抢极大的魔法师 并发现了顺发魔法的秘密 打算前往南方魔法师的实验室 却在绊脚团遇到了魔兽偷袭 急需支援 于是他选择进入绊脚山 却被一只恐惧换腰施展的环境耍了一通 若林还因此身受重伤 没想到这只妖兽还有主人 那就是八街魔法师 威威安阳的师父 于是就出现了网上最火的一弹 一个界外的小萝莉 被杜维压迫杆加PUA的操作 将自己的财物交了出去 甚至差点连自己都搭进去 然而好巧不巧 威威安的姐姐乔安娜也要换腰 于是杜维就这样被转入了正常纷争之争 但是威威安不是乔安娜的对手 在战斗中 威威安带着杜维逃走 却意外跌进了奇怪的岛屿 而且岛屿有着法则压制 还不能使用魔法 而乔安娜在追击之时 也误入了这个岛屿 这一下三人成行准备离开岛屿 看能不能找到使用魔法的地方 回到原来的城镇 结果三人却被喊浪 卷入了一个奇怪的地底世界 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恶魔仆人 接下来男主杜维和恶魔全约 开启真正的开挂路程 一路逆袭成就最厉害的魔法师 征服世界 在如今玄幻国曼横行的云代 这股国曼真的是相当不错 什么行愿考试 什么拜入宗门 想必个人都快开业了 这个题材就独树一格 虽然西华风很明显 但是六级的剧情做的真的好 处处都有小点 除了大家看到了温安阳这呢 还有马德被奖励 还有一巴掌山姓乔安娜 都让人觉得十分有意思 当然还有感受最深的一点 是男主的智慧 毕竟是穿越过来的人 心眼子极多 拥有丰富的野外生存技巧 一本重金的PUA小萝莉 直接强势收服若林 魔法师 甚至是老家管家 处处体现出男主谨慎有智慧 没看过的朋友可以放心去冲